再来看到是为了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华美银行把原本在纽约法拉盛的分行 乔迁到了罗师傅大道 交通便利也是法拉盛最好的商业地段之一 而华美银行的高层还有纽约政要都出席了 当天的刊业典礼还有剪彩仪式 随着法拉盛地区经济蓬勃发展 金融服务的需求亦逐年增加 为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 华美银行乔迁原法拉盛分行到罗斯福大道 华美银行总裁兼最高营运长盖格瑞 资深副总裁陈马凤基 汪国兰和庄红元 以及皇后区长凯兹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 和纽约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办公室代表等 都出席了这项开业典礼以及剪彩仪式 我来自于新闻取代表 我来自从新闻亚非同时 亚新闻之后 亚新闻的让我们 互相产比较分极 产比较分极 产比较分极 的这样显得 一切能量费用 我们应该用这套一般的 企 employment ba许比较运 与人们的任务 这很严重的 华美银行的新法拉盛分行位于繁忙的法拉盛商业中心交通便利 玻璃天花板设计使分行有更多的天然采光 环保同时更均现代感 该分行提供理财贷款财富管理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这一次我们重新设计这个新的分行 也是以文化的角度出发 特别是特别感受到客户们的需求 从动线到客户不管是使用保险箱 或者是说在排队提款处理一些银行的业务等等 都能够感受到一个方便 那么特别是在很多的自然光线从屋顶照下来 那么让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 虽然是说处在一个楼宇里面 但是也能够接触到户外的这些清新的气息 该行除了为中美经贸王来提供金融服务外 还透过华美银行艺术交流计划 持续将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品 介绍到美国主流社会 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 新分行内展出的三幅画 均为艺术家黄燕燕的近期作品 黄燕燕是中国新生代艺术家的代表之一 她的作品曾多次在国际间展出 华美银行在2018年获得 副笔式杂志 评为全美百强银行的第五位 而且从2010年起始终位居该榜单的前15名 华美银行在纽约地区设有6间分行 并在曼哈顿中城设立了商业银行中心 为当地客户提供全方位商业和个人银行服务 皇后区长凯茨为了感谢华美银行 为当地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 把5月9日命名为皇后区的华美银行日 东森新闻黄汉杰王文汝在纽约报导